法国伊佛普调查公司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71%的法国人接受在12月1号之后延长封锁 包括持续到圣诞节和年终假期 不过接受度按照不同年龄组地区和工作情况有所不同 25岁以下的年轻人39%反对长期封锁 巴黎人有35%反对 商人有36%反对 工薪层有37%反对 调查还显示 51%的受访者担心自己或家人受到感染 这一比例比5月底上升了9个百分点 企业咨询公司NoCom的创始人皮埃尔·贾科梅蒂表示 人们对于新冠病毒的恐惧正在赶上对失业的恐惧 他解释说 在第二波疫情过去几周的形势中 法国人已经充分认识到正在经历一场严重和长期的健康危机 与今年春天相比 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 第一波疫情发生时 法国人普遍认为这只是一场冬季的流行病 现在人们对于疫情危机以及经济危机的恐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48%的人感到担忧 而5月份这一比例仅为42% 按地区来说 乡村居民有62%害怕病毒传播 而巴黎大区居民中这一比例为55% 按年龄来说 老年人更关心健康风险 而年轻人主要关心的是职业前景 害怕失业或找不到工作 巴黎马里布黑鸡餐馆 正宗非洲特色菜肴 精选上好食材 非洲名厨烹制 逆制酱汁 挡不住的诱惑 满足您挑剔的味蕾 多元化餐饮服务 为您营造舒适惬意的用餐环境 每位酬宾 佳瑶留客 马里布黑鸡 巴黎最有名的黑鸡 在这里 爹 稳 四 在这里 放手 地